影片上映首日就在猫眼和逃票票平台正式开分 分别获得了9.1和9.2分的好成绩 根据猫眼的数据显示 截至昨天已经有1.9万人为影片打分 其中给出9分以上的人数达到了85.9% 在观众评价当中 音乐出色结构清晰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孙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还在把我杀了 就是这个样子 火热的开局也给影片带来了不少热搜话题 昨天《河边的错误》看完不走 《河边的错误》解析等25个话题 就频频登上微博的各种榜单 网友们对剧情的讨论和分析 又给这部电影增添了更多的关注度 于华小说改编《朱一龙主演》 入围嘎那平遥斩获荣誉 这些标签都已经让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 备受各方的关注 而作为国庆档之后上映的一部新作 它能否带动后续的观影热情 值得期待 感谢观看 请是因为在国庆档之后 在国庆档之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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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尽行吗 我们没有打造出 是因为自然而不是